中共肺炎疫情大流行 有些玩笑可不能亂開 在社交媒體上有人接受挑戰 舔廁所版 最終被確診感染 美國加州一名21歲的網紅Lars 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挑戰感染中共肺炎的視頻 8秒內舔廁所3次 如其所願 在發布視頻的第二天 他被確診感染並入院治療 另外 美國密蘇里州一名26歲男子菲斯特爾 在3月11日 他在握馬超市內拍攝視頻 填商品架上的除味劑 並對著鏡頭說 誰怕病毒 後來他將視頻公布在社交媒體上 他在3月23日被警方逮捕 被控恐怖威脅罪 當地警方說 我們以十分嚴肅的態度看待這種行為 特別是傳染病疫情正在爆發期間 我們採取嚴肅手段 以保護居民的安全 新澤西州一名50歲男子法爾康 在超市工作時 邊笑邊故意向同事咳嗽 被以恐怖威脅罪 故意騷擾罪逮捕 新唐人記者 柯婷婷 紐約報道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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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